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个手相的特点 这个手相整体运势根基还是不错的 首先看金星秋红润饱满 整体手型也是非常不错 三线也清晰深长 那么它的问题是在哪呢 问题就是在这个事业线 玉珠纹 玉珠纹我们说最好是要冲破天文 直达中指根部 如果是一直被感情线天文压制住 那么这个就容易 在事业上容易受到情感上的一些困扰 也有可能是因为受到情伤 你的自信心 包括你的心态没有调整好 影响到事业 这是一个玉珠纹 没有冲破天文 被天文压制住 我们看这个 这个三角形的纹路 包括它的 一些大三角小三角相互牵套 这个就是 因为这种手向的人是财运风浓的 财库非常的好 尤其是偏财运非常的好 同时你看金星环和这个 金星环其实就涉及到理财方面的 这个就是财库 这个赚钱的 这个是管什么 管钱的 就是守财的 所以说开源节流 这个存钱也不少 我们再看一个比较有特点的 这个 这个是元宝纹 这种元宝纹 它就是 其实就是事业线 跟智慧线 这个相交 然后形成这种 包括尾部 形成一个 形成一个 这个生命线 旁边尾端的一个旅行纹 相互组合形成的元宝纹路 这个就是一种 非常典型的这种 大财库 如果是生辰八字 配合的好的话 还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呢 你看它纹路 钱财纹也比较多 迅宫 三宫都非常饱满 手心也得配 并且在这个 这个位置 出现一条横纹 这个也是一种 偏财 有关的一些 这个横财纹 所以说 综合整个手相来看的话 这种人呢 就很容易 在财运方面 有非常强的表现 好了 有关这个手相的一些内容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 手相面向 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